除了在价格上涨之前 很多人会买输果 在这则新闻看完之后 可能大家会想买的是包子 这次美机台风过境 狂风当中撑伞吃包子的大姐意外爆红 这张由美联社所拍下的照片 红骗了全美国的媒体 甚至还登上了英国媒体版面 我们的记者也实际找到 影片当中的女主角 本人是相当俏皮可爱 在景美地区经营水果行 号称是小甜甜 他说照片上他在吃的这个包子 是老公的爱心 但是发现被拍之后 一开始相当的生气 想要回家处理一下老公 不过现在已经释怀 狂风吹到雨伞开花 解淡定吃包子 美国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英国独立报 通通有他 女主角现身了 我先走一下 我很可爱 我知道你很可爱 我叫小甜甜 这回要美美上镜 在景美经营水果行的小甜甜 还原当天状况 风好 风雨好大好大 我老公就去 给我买个包子要给我吃 叫我先回家 那我想说 我想说我就要回家啦 我手拿个包子 我就走走走走 走到那边 开花了 雨伞开花了 动弹不了啦 那整个都不能走啦 那不能走 我就只好在那边吃包子啦 散了头条了 我说什么头条 我还搞不清楚 结果 哇 吓死了一大堆 其实每天上班 都有好好打扮 小甜甜在呼形象 被拍到之后 一开始气到要 处罚老公 我刚开始有骂他 我不高兴 我说都是你的包子 害我变成这样 很多人好奇 哪间包子这么好吃 原来是老公的爱心 还一度传出 想对拍照的记者提告 但是小甜甜 用幽默化解尴尬 她的工作嘛 我也幸运 她也幸运 我被拍到啊 我不能怪她 那我现在以后有机会 看她能不能跟我见个面 我跟她照个相 海风来袭 因为一张生动照片 红到国外去 女主角半开玩笑的说 自己很害羞 还是当景美小甜甜 就可以了 记者现在盖地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